今天下午来自两岸七家医疗机构的医疗团队 在厦门湖里区闽南朝天宫 举行了一场一诊活动 为周边居民送去了健康和温暖 一诊现场设有口腔科 眼科 内科 外科等分诊台 民众有序排队问诊 中医理疗科的医师们还现场为民众提供推拿 针酒 爱酒等服务 站前举一下 这个肩膩区 男人 所有的女人在上 台胞许志诚最近总是感到肩颈酸痛 听说社区今天有议诊服务 他也赶来体验了一番 在台湾没有听过爱酒 是来这里才听过爱酒 爱酒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那感觉怎么样呢 这个情形有类似我们讲的刮沙吧 台胞汪勋武长期在厦门工作生活 这是他第八次参加社区议诊服务 汪勋武说 他此前在台湾考取了中医师执照 之后就经常参加议诊活动 利用专业所长帮助他人是一件快乐的事 两岸这个议诊活动 它是一个正能量的 让两岸的同胞 我们本来就是同根同源 我们也是同一同理 所以说很能够接受 那在这里的所有被议诊的这些两岸同胞 他们可以得到实质 真正的受益 这些议诊活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